大家好 松针土是非常疏松的一种土质 这种土质养多肉非常合适 养其他的植物也非常合适 下面这一排其实有很多盆 我用的差不多了 这几天都在弄这些盆 换盆换土的 还有种这些比较大罐的那些植物 特别是法师系列的 所以消耗的这种土比较多 这里剩这一盆发酵的也还不错 这个是在5月多的时候 那会儿我还拍了视频 那会儿我去山上采的 采的那些松针 然后堆在这里发酵 这些发酵以后非常的疏松 已经像这种 就是这种土它和松针 完全就已经有点融合在一起了 软绵绵的 发酵也非常简单 放比较厚的一层松针 然后再放一层薄薄的土 然后再放一层松针 再放一层薄薄的土 就这么放几个月 特别夏季 夏季温度比较高 多浇水 或者是拿那种带5的 那种5的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我这里顺带的浇水 所以我没有5 经过几个月的高温 它也发酵就好了 用松针土 代替泥炭土 炒炭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和这些大同小异 都比较疏松疏软 也不太容易接板 包括积水这些 透气性都是非常好的 前段时间我配了那些 杀虫药还有杀菌的 这些配在一起 灌了很多水 从表面灌下去 所以整体这个是已经经过 消毒杀菌的 所以我现在可以直接使用 用松针配土非常方便 这个大盆里面的全是换出来的旧土 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在换盆 有些就是换土 还有一些是夏季烂掉的 死掉的那些多肉 那些盆也清理出来的 所以这些土都是那种 其实里面的颗粒含的还比较多 但是这里面的养分是没有多少了 因为颗粒多 我又不太想浪费掉了 直接丢掉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我用这些含颗粒比较多的土 然后混合松针土拌在一起 这么的话就既有营养 又含有颗粒 这么透气性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是很适合再继续使用的 这些松针里面的土 我当时发酵的时候放的比较少 就是薄薄一层暖 所以里面的松针含量比较多 我还是得搭配一些土 用这些纯松针种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么种的话 对咱们养多肉上色各方面还不是那么好 因为这种整体营养太阻揽 而且没有颗粒的话 它相对这种透气 还有排水没有那么快 我手里拿的这些是火山石 火山盐 火山石它的透气排水性都非常的好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毛细孔 它比卖饭石那些又稍微好一些 用这些石子搭配这种裹在一起就行了 这个比例其实咱们用 包括搭配泥炭土炒炭土是一样的原理 就是看咱们想要怎么弄的 如果说咱们想要空型的 就是多搭配一些 比如说搭配个60% 70%的颗粒 如果咱们是想让它植物长得快一些的 就尽量少搭配一些 比如搭配个30% 40%就可以了 像我这种养法师比较多 养法师的一般这种放的就会比较少 实际还是放的那种土还有沙子那些比较多 包括田园土之前在外面挖的也非常多 就是掺在一些拌在一起 其他的那种常规的多肉 那种都要空的 就是会放的稍微多一些 这样拌在一起非常疏松 非常有利于多肉植物发根榨根 如果太阶板的那种土 比如田园土 前期那会儿我们刚弄的时候 拌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觉 弄着动着嘛 浇水多了 那些土它就接在一起了 那些根发的就不是特别好 像这种疏松的根是发的非常多的 而且非常发达 它比田园土要好很多 想要添加肥还有添加药的 也可以在初期这么配土的时候 直接拌在里面 后期就省了很多麻烦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